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每年來到七人籃球賽的週末 和鵝灣都一定人山人海 其中還隱藏了很多籃球美食 不說不知,這裡其實是臥虎長龍 有一位前意大利籃球青年軍在 I played my first match 10 years, started at 9 years old 現在44歲的他 前後打了17年籃球 但亦試過很多次受傷 回想起籃球時光 原來最美好的都是關於美食 後來兩組和家庭一起喝 在意大利時你會吃很多的抹茶 通常你會吃一大部分的抹茶 當你年輕時很大 媽媽是一個單位 每個星期都煮一整天 為了香港七腩比賽 他設計了七道菜的二人套餐 全部都是傳統的意識小食 我們還有一般的煮的 台灣的薄餅 薄餅 阿朗姊尼 和阿朗姊 小麥克風 還有麥克風 還有麥克風 一般的麥克風 很鮮 像很多人的榨泥 我們是來祝福的地方 我們只是來祝福的地方 大廚今年會第一次入大球場 欣賞七人籃球賽事 亦特別為賽事設計了簡單的美食 我們在廣州很喜歡吃一些廚藝 和芝麻醬 吃一些甜甜的炒飯 吃一些熱狗 其實我們會做一些很有趣的 就是一口糯米 和一口糯米 這是一個很盛大的派對 人們會由禮拜五喝酒 喝到禮拜日 好玩 氣氛 我想香港很少 這麼有氣氛的球賽活動 他們由籃球拿到靈感設的這隻熱狗 上面用的日式燒汁 再加上沙律醬之成的 就像籃球上面的奉扇 籃球是一種很男人的活動 當然要充滿體力 所以我們用牛肉 我們有味淋 有些味噌 這樣醃回去 是一個黑包 就很男人的 整個感覺都是很男人的 大家都預備入場欣賞賽事 你們會碰哪一隊 澳洲 匪制和紐西蘭都是最厲害的 我們會為朋友們 他們做得很好 或是做得很好 不過大家都不要忘記支持香港隊 而香港籃球總會就和美食平台Gormais合作 在中環姐打花園推出了一七籃中環 在這裏有機會遇到來關鍵的籃球名宿 也有很多間餐廳的大廚在炮製美食 例如即場國際的披薩 超肥美的和牛漢堡 野味的墨西哥Nachos等等 當然亦不少啤酒和紅白酒 不過他就有些忠告給大家 星期六不要喝太醉 不要喝太多 要留下星期日 因為星期日的Nock out比賽最好看 可能是喝太多星期五星期六 星期日去不了 所以其實慢慢來